说到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成就 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 那就是在国际羽谈中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李灵卫 李灵卫崛起于1983年世锦赛 当时他是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从此之后他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接连在世界大赛中夺魁 1984年李灵卫夺得了全英锦标赛和世界杯女单冠军 以及游博杯金牌之后 成为了世界羽毛球史上第一个 集市锦赛世界杯全英锦标赛和世界系列大奖赛金牌 于一身的女子单打羽毛球运动员 由此也确定了她在女子羽谈中一姐的地位 而她也被誉为羽谈皇后 1981年5月26日 原国际羽联和原世界羽联合并前 中国羽毛球协会一直被原国际羽联无理拒之门外 尽管中国当时拥有众多世界顶尖高手 并且在多项国际大赛中独占凹头 但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中国羽毛球队无奈地被誉为无冕之王 即便如此 中国羽毛球依然得到迅速发展 许多孩子从小就喜欢上羽毛球运动 1964年出生于浙江的李灵卫 从小便喜欢羽毛球 并在九岁那年开始接受羽毛球训练 之后不久 李灵卫入选省队 16岁那年 李灵卫在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上 获得青年组的女单亚军 而被招入国家队 开始征战世界赛场 从获得1983年第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单打冠军开始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他几乎囊括了世界羽毛球大赛 女子单打项目的所有冠军 在职业生涯中 李灵卫在重大国际比赛中 共获得了近40枚金牌 其中13次荣登世界冠军的宝座 她是当时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女运动员 时至今日 人们仍然喜欢用羽谈皇后来形容李灵卫 有人甚至戏称 与李灵卫同时代的羽毛球女选手是悲哀的 有李灵卫参加的比赛 其他人都别指望金牌了 在运动生涯中 李灵卫获得近40枚金牌 但唯独没有亚运会和奥运会金牌 虽然羽毛球很早就被确定为亚运会比赛项目 但由于种种原因 李灵卫未能参加亚运会 而羽毛球直到1992年巴塞诺纳奥运会时 才被列入了正式比赛项目 当时已经退役的李灵卫 永远错失征战奥运会赛场的机会 但幸运的是 2007年李灵卫被任命为 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奥运梦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